我今天在同學介紹關於鐵路特考 這個很多同學都非常嚮往的考試 鐵路特考一年來 一直很多同學在準備這個考試 其實你會發現 這麼多人準備怎麼能夠考得上呢 其實大部分全部同學都掌握到幾個考試的資訊 第一個 一年來在鐵路特考的缺額 通常都比一般特考來得多 這是大家嚮往的基本原則 另外考試題型容易上手 加上容易準備 也是很多同學選擇這個考試的一個想法 但是就算再簡單、再容易 考試缺合再多 還是那些考商、大部分同學還是名落孫三 為什麼呢?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掌握真正考試應該要掌握的方向 重點在這裡 來 同學 它叫特考 大家應該很清楚吧 特考這種考試在每年度的4月、6月、8月 都會舉辦各類型特考 特考你們發現都是某一個單位出來考 所以它叫做單一單位特考 特考在我們的考學部出題原則 有一個大家可能沒有聽過的一個方式 叫做特考特用考試原則 原則上是這樣子的 我還可以解說一下 換言之就是考試的科目和它的題目內容 都跟這個單位一定有直接與密切的關聯 換句話講 一樣考氣管學 考在鐵路局用的氣管學 就會考到艱深難懂的那一些很深入的理論基礎 很深入的一些理論內容 幫我考的都很實務性 非常符合工作上的需求的內容 所以特別注意 這是你要念的方向 很有人更要把整本書念完成考試 只要念到分數就能考試 再來 考試的部分很多同學都在類科選擇上面 去選擇一些喜歡的類科 很多同學喜歡選運輸民業主 尤其是商科同學 有一些公共同學或者是男生 他們選的都是場站吊車 因為分數不高 你的又多 另外有些學生會去選事務管理 其實三個類組都是很多同學主要的選擇 大家都會壓住在哪裡呢 剛在左級這個類科 全考選擇級的類科 聽說比較容易 來我們會講 因為容易 所以分數差不多就會高 那幾分會考上呢 我給你一個基本概念 如果你在考運輸民業主 目標分數大約都在85平均分 總考試科 平均每科85分 如果考慘散吊車 分數也差不多在85平均分為原則 如果一考試的管理 你名的也比較少 那考試分數相對就會高 這幾年平均都要到90分以上的水準 這是給你分數小明度的參考 好 平均老師 如果要那個分數呢 關鍵基本能力重點在於速度 為什麼 因為選擇題要高分 速度不快怎麼高分 因為考試時間是有限的 總共只考60分鐘的考試 再加上題目總處有50題 換句話講 如果你一分鐘內沒辦法完成一題 事實上 你要做完它得到高分就不容易 很多同學做不完 結果念了半天的書 題目做不完就是要拆 一猜這些考試就毀滅了 所以同學要注意速度問題 第二個 即年度開始 在考試的部分 有加入複選題的題型 OK 那什麼叫複選題呢 今年特別放在哪邊 先放在國文這一顆 裡面會有一部分的複選題 一部分不多 大約10題 但這10題呢 如果你會做 分數就會有 如果你不會做 會不會倒扣到沒有分數 什麼意思呢 來我們先搞清楚複選題 複選題的部分呢 是一個題目的五個選項 有兩個以上正確的答案 你選對越多 相對的分數越高 但是你選對的跟選錯的一樣多 抱歉 扣回來之後就是0分 所以這個就是答題技巧的問題 如果在複選題拿分 如果在速度上加速 如果得到一定程度的分數 而念到正確的範圍 這是你的關鍵 建議同學 如果你要報考今年6月份的 鐵路局考試 一定要一切準備 超過4跟5個月 準備的時間 上場率最高 祝大家今年金榜題名 考試順利 謝謝大家